这是啥 狗魄 Yuppie Google Zami 师徒的小凯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不要看这个以为是个拐 你算了 因为就遇到现在这个毕业季 法国就有很多我们国内的留学生 就要涉及到现在毕业了回国了 所以他们就在网上兜售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而且卖的特别便宜 最近我就在留学生群里 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特别是我手里这个 这个就是金属探测器 这个像一个电筒一样的东西 是和它配套的 比如说这个它只能测到一个大方位 而这个就能非常准确的确定 这个位置到底在哪 所以我就搜索了周边 发现我附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它曾经是一个贵族的居住地 但是现在已经被废弃了 但是贵族 它会不会藏一些金币 或者是珠宝在它的土地下面 这个可很难说 人家是探到珠宝 我不就发死了 所以我今天准备去这个地方 试试运气 你们觉得我今天会空军吗 现在我就已经到了废弃的庄园的门口 如果现在不是这种青天大白日的 我觉得是有点恐怖的 这个地方也被很多城市探险者经常光顾 但是我觉得满 吓人 我这地方晚上来那不得吓死个人呢 看在那里 这个庄园它是1740年的时候修建的 也就是说据现在来说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准确来说它曾经是有人住的 是在2010年的时候才被废弃了 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些这种非法占居者 然后放了一把火 然后把这里烧了 所以它现在它的顶棚已经没有了 现在这个居所已经没有办法进去了 它的一楼现在已经全部被这种石头封住了 在之前的时候这个是没有封住的 所以有一些非法占居者 然后他们就进去居住了 你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那些人为了爬进去 然后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试一下 来 把镜头给我 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那个墙壁上面 其实全都是曾经那种很贵的那种壁纸 那种地毯 还是有很多人爬进去的 你为什么在录我 我这个姿势 里面好像可以进去 要不要进去 我怀疑你在害我 我怎么上来 我摄影师胆子真的大 非要翻进来看 我好刚 我害怕 刚才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边 然后刚刚翻出去了 然后我摄影师就非要进来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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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去 只能跳吗这 你看这种贵族的门就是这样 上面那个口子特别高 我都没地方借力 我一米八的大长腿都没办法踩到底 这儿曾经被火烧过 所以上面都有那种火烧的那种痕迹 你看这儿肯定曾经是一幅非常大的那种壁画 然后现在被烧掉了 这儿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图画 能看见吗这里边光线的 好像那种国画 你看这是那种树子的叶子 这儿也是 哎有点意思 这都是曾经的那种壁画 虽然已经快要脱落了 这已经看不出来是否什么图画了 然后进去再看看 这儿有个楼梯上去 对 我们先看一下楼下是什么 哎呀我有点阴气生生的 这种没有光的地方我就很害怕 我也没电筒 这儿以前应该是一个什么起居室吗 这是一个 我不敢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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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那里面是什么 这里面是啥 这是厨房吗 以前的 摄影师开了个灯了 我就你看这儿还有曾经的那种挂钩 挂衣服的应该是 我们去楼顶上看一下 你看这 法国就是这样 它的这种 只要你一废弃了 或者是墙壁上 只要有空的地方 就会吸引很多这种涂鸦爱好者 上面都会是这种他们画的一些涂鸦 不过这些涂鸦看上去也有一定年头了 你看已经开始剥落了 环境也不是很大 那我那边好像还有 我们先上这边来看一下 看这上面还有那种壁纸 地下有很多罐头的盖子 这应该是曾经那些非法入侵者 你看这儿也有 在里面吃的那种罐头 这儿就晾汤了 说真的 我不知道你们玩不玩游戏 因为我很喜欢一款游戏 叫荒野大标客 这很像荒野大标客的 临终美人那个房子 大家玩过的请抠衣 很漂亮 虽然说已经被烧毁了 但是还是有那种欧洲老建筑的感觉 因为这个建筑也已经有两百多年了 好看 不会是大户人家 这有点危险 你看下面这全都是这种 断垣残地 用一个成羽 这个地方我不敢靠近过去 不过大家你们看这个窗户 如果说这个房子还是一个好的话 我觉得很有那种贵族的那种感觉 就是贵族房屋 法国的很多贵族的老建筑都长这个样子 你看那儿还有一个 以前可能那些非法占据者留下的那种睡觉的被子 这儿我就不出去了 我让摄影师拍给大家看一下 下面就是一个像阳台一样的地方 我不是说的 这种地方要走到国内 就能来拍一个那种什么封面啥的 随便一摆 就是很嘻哈那种造型 是不是 不过还是挺吓人的 我觉得我经常在这种很开心的时候 然后就会出丑 就跟上次去抓螃蟹一样 这儿还有一个梯子 应该就是阁楼了 因为法国以前的很多老建筑都会有一个阁楼 哇天呐 这里边我没办法进来用那个金属探测器来扫 因为满地的钉子什么的肯定会扫到 所以我们就一会在外面去扫 哇 这边太危险了 我看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你就在那儿别动 我的天 好高啊这房子 走吧走吧 下去吧 我今天就不该穿那扫黑的来 看这个是以前的钢琴 它现在已经被烧毁了 你看还有它的那些案件什么的 也就是说曾经在这个里边 那些非法入住者住进来的时候都还有钢琴 结果全部被烧掉了 好了 兄弟们我要出去了 玩也玩了 闲也叹了 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还没开始 现在这后面的贵族房子的庄园 它很大 看看能不能找到点什么东西 叫了 15 对 在这里 像这种地咱也不能挖的太深了 因为很有可能下面有什么管道 线路什么的 咱先给它挖个口 然后再用这个小的 然后下去探 然后下去探 看 这个东西在这个位置 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肯定是有一个铁状的东西 不会是这吧 那么大一个 是铁 看 这块应该是块铁皮 没啥用 我还以为是个什么大货 咱们像这种挖的 还是得把土重新给它赶回这个位置 给它铺好 这都没有东西 好像是在这里 到处都在叫 怎么 就在这里 还在下面 因为我也不是很懂这个东西的原理 虽然它探视探到了 但是有多远 我也不知道 不叫了 怎么 是啥 眼镜的架子 这都能探到 我感觉空军节奏 你看 果子 在法国就是这种野外 他们会有很多这种野果树 这个应该是李子 到了秋天的时候 或者夏末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会特别甜 你就可以来摘 反正也没有人管你 你看 这上面全都是 一拉棍 一个啤酒盖 又是一个一拉棍 唉 能有什么好货 这是啥 勾破 什么东西啊 手机 老人机 不过已经坏了 没啥用 这里边有一个像 这是以前欧洲那种古时候的什么东西 粮仓还是那种水塔 哇 有 有没有人玩游戏的感觉 看那上面那儿还有个梯子 唉 它怎么上二楼去的 这现在没办法上去了 楼梯吗这是 我知道 我知道它是啥了 我知道它 它是个风车 这是它还唯一剩下来的那一片 那个转轮 另外的已经完全都没有了 在这个庄园没有废弃的时候 像花园一样 好漂亮 云云 你看踩了一朵 别戴我的帽子 春天里的小冒冒 找了一个下午 什么都没有发现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很难找到什么好货 刚才我一下午都有一些什么收获 一个眼镜价 然后一个啤酒瓶盖 然后还有两个一拉罐的拉环 然后还有半截拉手机 这可都是真垃圾 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去到法国 或者是欧洲的一些古战场 然后去那种地方扫 看看能不能扫出一些 当时打仗时候留下的子弹 或者钱币什么的 把这些垃圾都倒在这里边 虽然说不值钱 但是也是为大自然做了有点贡献 虽然说没有什么收获 但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有点像寻宝那种感觉 好了 更多有趣的海外视频 记得关注予品 每周日更新 别忘了转评在三连哟 拜拜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 记得关注予品 每周日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哟